好,请各位开始之前下载一下软体跟今天的简报档 下载的位置在这边 请各位找一下我的网站 制造者时代文胜老师的创意天空 这个Google应该很好找 你Google那个制造者邱文胜 就可以找到应该在第一笔 那网页进来之后 网页进来之后呢在 我把它贴到讯息列好了 不用捐到,各位不用捐到 讯息列上面有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我的部落格 那各位要下载的,今天给各位的资料 都在右上角的第一个连结 右上角第一个连结 那个研究推广111暑假科技媒体素养 从这边点进来 Chromebook Chromebook它好像有APP 还是网页版的 那个我们原则上软体不必一定要用这一个 所以你用Chromebook里面也有那个其他新制图的APP也可以 我们没有限定软体 那只是我们今天示范会用XMind 你用GitMind也可以,用FreeMind也可以 或者其他家的那个都可以 那我手机版是有XMind 所以它有手机版的 那就请各位先装一下 那我的分享资料夹在这个地方 右上角第一个连结 点进来呢 请各位不要整个下载 因为整个下载 这个是包含明天的课 明天的那个录影的课 录影剪辑的课 那所以如果你从这边进来的话 如果你全部下载的话可能会下很久 那今天其实只会用到新制图的软体 跟这个讲义 这一个跟这个讲义的部分 所以各位只要下载这两个就可以了 好那个慢慢下载了 那我会趁各位在下载的过程中 我会先跟各位聊聊天 讲一下XMind的一些 我使用的一些历程 好 那就请各位先去下载一下 然后下载好之后 XMind请你直接把它安装起来 那如果你去XMind的官方网站 它里面还有 XMind它有那个免安装的版本 免安装的版本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随身碟 就可以带着到处使用 带着到处使用 好 那这个是软体跟讲义的部分 那讲义的部分呢 里面也只有一张 这一个 第二张超领域的新制图初阶 这个是今天用的内容 好今天用的内容 然后这一个PDF 不是我今天的Canva下载回来的PDF 所以今天内容就是这两个 所以各位今天就是认真听认真操作 然后不用做笔记 不用做笔记 笔记都在新制图里面 够点EDU不是限制两百个吗 怎么超过了还可以进来 好 好没关系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那所以各位就请你先下载一下 下载之后就直接把它安装 下载之后你的资料夹呢 会在你的下载资料夹里面 好那就请你按右键直接 给压缩 好直接把它解压缩 那解完压缩之后 那个XMINE的部分 请你直接安装 好这是软体的部分 好那如果你不用XMINE没有关系 你用其他加的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 不是在那个工具的操作 技术 而是在 怎么去用这个工具 怎么去用他的工具 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课业 在生活里面 在学习上面 在工作上面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